英国钢琴家卡瓦那,Brandon Kavanaugh,一月在伦敦车站弹奏时,遭到多名中共小粉红以保护肖像权为由骚扰,并被要求停止拍摄。 卡瓦那事后对小粉红展开反击,先是在车站手持中华民国国旗,24日更穿上中华民国国旗上衣上场。 卡瓦那于台湾时间24日凌晨一时许,在脸书晒出照片,他身穿印有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黑色上衣,搭配黑色长裤,手插口袋,并佩戴墨镜站在车站内。 照片曝光短短一小时就吸引于万人点赞,包括许多台湾网友。 卡瓦那一月下旬,在伦敦火车站公共钢琴演奏直播期间,数名手持中共五星旗拍摄中共宣传片的小粉红,引用中共法律,以肖像权为由要求他停止拍摄。 其中一人还对卡瓦那咆哮,事件经直播后引发国际关注。 卡瓦那2月5日也曾在脸书发布他站在车站公共钢琴旁,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照片,并喊台湾加油。 吸引超过16万人点赞,以及台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留言。 有人问他认为,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象征什么? 卡瓦那回应,对他来说,这面旗象征自主、自由、独立、对抗霸凌,以及不愿臣服于威权政权。 当这面旗遭遇压迫,他就更加象征自由和反抗,一如车站内的公共钢琴,以及中共试图压制的boobie woobie自由音乐。 卡瓦那2月7日对中央社说, 中共原想在西方各国拍片做大内宣,却在伦敦惨败,压迫无法遏制反抗,中共反而让他更激进。 2月13日,卡瓦那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,我不反华。 我热爱中国人民,热爱1949年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。 他还说,中共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,他们是控制狂。 你看法轮功的事情,他们的打坐功法,中国传统文化中共都不喜欢。 他们甚至不喜欢中国的天主教堂。 他们已经与范蒂冈达成协议,现在正在创建爱国天主教会,让中国、中共、政府选择主教,他们想控制一切。 西班牙第三大城瓦伦西亚,Valencia, El Campanar, El Campanar,地区2月22日晚间,移动有138间公寓的大楼爆发大火,或是在强峰柱长下迅速蔓延。 警方23日,在大楼内发现第十具遗体。 Jeffrey在社区媒体X上贴文称,瓦伦西亚特大火灾,失火大楼中有中国汽车专卖店,以及可能的14户华人住家。 据一些当地僑胞介绍,失火大楼的底层有中国比亚迪汽车专卖店。 此外,在楼上的138户兽影居民中,有可能住家是华人。 这栋14层楼高的建筑发生大火后,火势在短短几分钟内吞噬这栋大楼。 当局23日晚上,在社群媒体X上说,警方在确认建筑物中遗体过程,已将死亡人数从10人改为9人。 不过,24日发布在X的新声明中,确认发现第10具遗体。 这起大火约100名幸存者,23日晚被安置在旅馆。 紧急救援部门说,大火始于其中一座大楼的4楼,但没有说明起火原因。 当地地方官员已对火灾展开调查。 官员说,2008年完工的这栋建筑由两座塔楼组成,并由开发商所说的全景电梯连接。 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报道,它有138间公寓。 瓦伦西亚市政厅宣布哀悼三天。 当地人集合起来,捐赠衣服、食物和药品给在火灾中失去所有财物的幸存居民。 瓦哈哈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厚于2月25日上午去世,终年79岁。 瓦哈哈集团当天在官方微博发布复告称,宗庆厚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4年2月25日实施30分去世。 但复告中并未说明宗庆厚所患合并。 据红星新闻报道,中国新年前,宗庆厚就因肺癌病重入住邵义夫医院,情况一直不太好。 在宗庆厚去世的前几天,他被送进邵义夫医院并进入ICU病房急救。 据公开资料,宗庆厚是中共党员,1945年出生浙江杭州人。 宗庆厚曾被中共评为全国劳模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以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。 他还是中共第十、十一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,中共浙江省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届人大代表。 宗庆厚曾多次为中共站台,早前他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称, 娃哈哈将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共的二十大精神,始终听党话,跟党走, 为国家早日实现共同富裕,做出自己的贡献,等等。 中国新年期间,北京石刹海荷花市场龙灯吸引众多游客,正月十五元宵节,众多市民去关灯,却发现龙灯被熄灭,北京地铁也关闭地铁站口线流,引发民众不满。 2月24日十八时44分,北京地铁微信号发布消息称,为确保元宵节期间运营秩序和乘客出行安全,前门站采取封闭措施, 和平门站采取西侧进站,东侧出站,并将A口,B二口,C一口,第二口封闭,珠市口站A口封闭。 到十八时五十六分,北京地铁又发消息称,自吉时起至令有通知时止,八号线石刹海站采取封闭措施,到十九时二十一分,六号线北海北站也宣布采取封闭措施。 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,中国新年期间,北京市西城区石刹海荷花市场设置了景观蛟龙出海巨型龙灯,全长202.4米, 起于荷花市场牌楼,只于商业街尾端。从除夕二月九日开始,该龙灯被点亮,从每晚六点亮至午夜十二点。 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,有关灯、赏灯的习俗。 二月二十四日傍晚,众多市民游客赶去关灯。 网友上传视频和图片显示,现场人头攒动非常拥挤,但下午六点多钟,龙灯突然被关闭, 同时,北京地铁也发布了限流通知。 此举引发网友不满,石刹海荷花市场龙灯,那灯为啥不亮? 有没有事前的应急预案?有没有事后的应急处置? 就因为怕出事灯就不开事吗?人都来了,都赌这儿。 这么些年了,有点事就疯战,就从来没想过别的解决方法吗? 元宵节本就是要看花灯的,结果偏这天灯临时关了,口口声声人太多,怕人多你,一开始就别开好不好。 元宵节,赏灯你给我关了? 也不提前通知一声,下午六点多刚,挤到龙头位置灭了。 傻子都知道,元宵节肯定超多人去看灯,结果北海北站和石刹海站等,天黑了,人乌央乌央了,才想起来临时甩战了。 早干嘛去了?还有网友表示遗憾,今天想得美美的,正月十五灯节,去石刹海看龙灯。 结果人快到了,跟着满满一车厢的人,从石刹海地铁下车,就听微博小伙伴告诉我一噩耗,人家说怕石刹海人多,龙灯关了。 也没提前通知,就这么关了。 嘿嘿嘿嘿,龙面了。 元宵节看龙灯看了个寂寞,周边地铁站都封了,硬是变成了Citywalk,走到南罗谷巷才坐上地铁。 听劝,别来这边。 大元宵节的,龙灯跟树上的都不开灯了,为了限流地铁石刹海站都采取封闭措施了。 这个元宵荷花市场搞得真让人糟心,人多又挤又堵龙,又不开灯,地铁站封闭还不好回家。 好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